大家好我是錢子T台正經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我們將在達成10萬的訂閱之後呢 會舉辦一個驚喜的彩蛋活動 到時候還會有神秘嘉賓現身喔 大家最期待哪一個神秘嘉賓來我們T台正經話呢 快按右下角的訂閱 並且在這邊留言 我們會把這個嘉賓請來現場喔 T台正經話今天在凱道開獎喔 很開心喔 今天有很多的這個庶民從四面八方湧進來 其實不只是在我們台灣的民眾喔 有很多人都是從國外來的 在我身邊站的這位王先生 就是從加拿大回來的是不是 是的 你今天要表達什麼樣的真心話呢 親愛的台灣同胞 現在台灣是很寶貴的民主政治 大陸十四七一的人民都在等我們的民主自由 蔡英文你不要再欺騙台灣人啊 你一波時學位拿不出來 將是全世界的羞辱 你把台灣寶貴的民主自由給毀壞了 賴清德就在等著你啦 你選上了 他就把你拿下來 高雄的親愛的同胞們 你們的父母們你們的市長沒有落跑 你們的市長是去救國 救黨 救民啦 你們要清醒啦 他要選不上就是你們高雄人的辭入 高雄選不上 他就把高雄改成低雄 是 王先生很激動喔 因為他是從旅居在加拿大很久了 這一次也是特別回來投票的對不對 是不是特別回來投票的 特別回來投票的嗎 親愛的台灣人 黃橘色的 你們假如投送族裕 你們的票就是廢票 因為現在是兩雄競爭 要不然選一人 你不能選舉 選舉你的票就是廢票 是 好 我們非常謝謝 王先生不要一點掌聲好不好 謝謝您 謝謝 接下來還有一位 先生貴姓 我姓陳 我來自宜蘭 有什麼新生想要告訴大家呢 我今天是第15趟來參加 挺函造勢大會 15趟 我6月1號有來凱盜 但是我來的凱盜不是這樣 外交部以前沒有那一條圍欄 以前我們不可以到裡面 人已經太爆盤了 我們不可以到裡面 我們 我現在這是中華民國的外交部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民 為什麼要把我們阻隔這樣 為什麼 對不對 這個國家難道不是中華民國嗎 難道這不是中華民國的外交部嗎 你今天是幾點鐘來的 今天幾點鐘過來 今天幾點鐘過來 我是12點鐘過去過來的 對不對 你覺得今天會有100萬人在這裡嗎 會有 100萬人 有信心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都會過來 但是這裡這樣的話 根本容納不下100萬人 好 謝謝 謝謝你 好 謝謝 台灣國隊 台灣國隊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群眾 從國外的還有很多是 從台灣各地都來 很多人其實就很激動 剛才那個老伯伯 他其實是很憂心是不是 很憂心 對 沒有錯 這一次從海外回來 專門來投票的 其實是讓我們非常非常驚訝 因為這幾天我們浮選 所以我們都會跟著我們的一些區域立委 陪他們去地方別跑市場 那其實因為我去年我自己是候選人 大家都知道去年的寒流 那個寒流事實上是吹拉枯朽 然後那個整個的 大家沒有辦法想像到高雄在民進黨 只剩二十幾年 國民黨怎麼會贏 怎麼會贏那麼多 但是去年那個寒流 在我們這幾天 當我們去跑社區 跑基層 真的感受到了 像我去跑我們台北市的中輪市場 你知道嗎 我自己站在那邊 就會同時有兩三組人說 侯偉 侯偉 我們加油 我從加拿大來的 就跟剛才老先生一樣 或者說我從LA回來的 我從東南亞回來的 然後讓我們覺得說 真的很感動 你知道在四年前 因為四年前我也在浮選 四年前我們去拜託的時候 你不要說 我真的都沒有碰到說從海外回來的 甚至直接在台北的 就把我們湊罵一頓 你知道嗎 然後不要去投了 我說拜託 當天不要在家裡打麻將 也不要說因為天氣不好 不去投了啦 生氣了 那所以在去年大家都知道 不只我們的總統 整個總統大選 喪失了百萬多票 流失了百萬多票 事實上很多的區域立委因此而落選 那個時候 我比如說 我們台北市有一位立法委員 他的傳統的 這個光是他的眷村票 朱朱少了八千票 朱朱少八千票 那以這次來講 我們相信 原來的支持者 他會更有熱情的出來投票 而且會有更多的人 從海外投票 我想這個都已經是 我剛才特別講說 我還要幫海外的這個僑胞 來幫他們保留位置 所以這一次我們真的 真的是感受到熱情 那剛才有特別提到 年輕人的部分 沒有錯 年輕人我們可能認為 我們不奢望大部分的年輕人 會支持韓國瑜 但是不要小看 其實眼睛看得非常清楚的年輕人 我之前說 我的女兒念大學 念大學 那確實 當他們要支持韓國瑜的時候 那很多人如果 稍微顯露一些 他的其他同學就說 你韓粉 你韓粉 就是讓他們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們不想去跟同學 不想想 或者這樣事情 那但是它不代表他們看不清楚事實 比如說我女兒就說 她說我就很 她就很勇敢 她就會跟那些 所謂支持蔡英文的 她就會跟他們那個 在他們辯論 她就跟他們辯論 好 然後他們同學覺得說 我就要洗腦你 她說媽媽我要犯洗腦 好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沒有錯 其實支持韓國瑜的年輕人 可能很大一部分 因為她在同儕裡面 那他們因為支持蔡英文 或支持民進黨的人 他們比較勇於表達她的意見 所以她變成一個 比較沉默的那一群 但是不代表 不代表年輕人 通通看不清楚事實 通通看不清楚 他們太了解了 現在整個台灣的 未來的競爭力在哪裡 他們會不會很惶恐 你未來的競爭力在哪裡 那有很多的年輕的父母 你不關心空屋的問題嗎 最近尤其中部跟南部 其實經常發生紙報 比如這個星期天的時候 本來盧秀燕市長 就台中市的市長盧秀燕 他本來要來台北輔選 是 到他到高鐵的時候 他發現台中市紙報 所以他後來臨時就取消了 他的台北的輔選行程 那要告訴大家就是 中部和南部 大家有沒有感受到 空氣品質越來越壞 經常發生紙報 所以難道你不關心 你家裡老人家的健康嗎 你不關心你的子女的健康嗎 你的子女可能出來 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就經常流鼻涕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非常了解 不管從你的未來的競爭力 或者蔡英文現在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你非常清楚你的選擇應該是誰 所以我想現在在網路上 還有很多人在一起 在收看我們的節目 那麼很多人可能就在現場 但是如果你現在 比如說你還沒有下班 你還沒有下班 非常歡迎明晚上跟我們在砍告界 因為今天我們不是在等一個人而已 我們在等的是為我們下一代 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是 今天在凱道非常熱鬧 如果說你今天心情不錯 來這邊心情會更好 如果心情不好 來這邊心情可能會變好 因為好像在聽演唱會一樣 可以看到舞台上 已經有這個包括87樂團 以及Nookie Band正在彩排 而等一下這個正式的節目 也會一個一個出來 在這邊我相信韓粉都很清楚 支持者也很清楚 在韓國瑜的場子都很歡樂 這個青帽哥你最清楚了 在韓國瑜的場子都很歡樂 不過今天我們講話都要用韓的 因為實在的人太多了 韓國瑜種種的場子 它裡面有感覺有溫度 所以每一場每一場都很多人會有眼淚 但是這個眼淚是希望是期待 我為什麼敢昨天我在公開講 我們韓國瑜總統絕對會壓倒性的勝利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三年多前 多少像我這種地方民意代表 民進黨籍的多少人在為蔡英文幫忙 但是為什麼經過這一次之後 為什麼有這麼多地方基層民意代表 都在幫韓國瑜 這來一來一往的落差 所以說我要跟各位講 剛剛有一個伯伯他講得很好 我們高雄的市長在選總統 其實我剛剛來我也都在期待說 我們高雄的鄉親尤其是明天 剛剛洪偉姐也說那個搖滾區位置的問題 洪偉姐我跟妳報告 我們高雄現在已經在搶位置了 搶得到了沒有位置了 高雄在搶位置 高雄現在在搶位置了 原來一月十號在高雄場 剛剛情報哥在高雄行已經在搶位置了 百聞屬民站出來 T台正經話在開到開獎 今天在T台正經話這個台子的周圍 可以看到民眾現在已經是擠得水洩不通了 如果你可以看到主舞台的畫面 那更是不得了 很多人從昨天晚上就已經來排隊了 憲哥你剛剛的觀察 我看你也跟民眾的互動 很多人都找你簽名了 謝謝 謝謝 其實一路走來他們也有看到 我的這一股熱情 那個堅定的信念 從高雄市長 韓國瑜在選市長的時候 我就沒有離開 然後也支持他出來選總統 所以大家很多我們外縣市的朋友都有看到 我一路走來沒有錯很堅定 剩下兩天了兩里路了 在這邊我也要我支持民進黨二十年 當陳水扁當選的那一刻起那一種感動 可是2008年的時候 它爆發了海角七一 我還是相信你們 所以我要呼籲 跟我一樣支持民進黨 這麼長一段時間的 包括民進黨的這些 這些大老清流這些 好朋友們先進 其實民進黨現在 跟過去的民進黨完全不一樣 才發現原來是 這個什麼被架空了 被新潮流架空 所以真的要改變一下 有的民進黨大老 事實上都看不下去 包括我們的前副總統李秀蓮 也都跳出來了一頂 其實我們就好好的 重新再來一次 其實民進黨還是很優秀 只是可能有一點跟以前的理想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我現在知道藍綠的支持者 都非常非常的焦慮 有很多人預測 這一次可能是拉鋸戰 就是兩邊非常的緊張 那蔡總統已經好幾次公開說 要年輕人這個月回家兩次 一次幹嘛 投票 一次就是過年 那蔡總統認為決勝點 在年輕人的選票 那在包括韓國瑜這邊喊出來的是 希望大家把選票集中 就像剛剛有一位 從加拿大回來的老先生說 希望大家把選票集中 集中把人送進總統府 對 其實選戰剩下兩天 這時候除非發生天大地動 像319槍棋案件 否則的話 大家的心已經都決定了 可是這時候 唯一會影響最後勝負的是什麼 只有一個因素 投票率 你前面的支持 再怎麼支持 來了15次 都比不過就是最後一天 你真正進投票所去蓋下那一張票 因為最後每一票每一票每一票 才是我們辛苦這八個月的成果 所以不管是區域的立委候選人也好 又或者是韓國瑜也好 全部都要靠大家一張票一張票一張票的累積起來 所以過去在韓國瑜的造勢場合 大家都會說等一個人是在等韓國瑜 我跟大家報告1月11號韓國瑜也在等一個人 等每一個人都進投票所裡面去蓋下那一張票 那麼多人當中 全部都不提供 我會不會因為這是我的 因為這張票價值很值得 我會永遠來說 感谢观看